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滑轮组的受力分析 在介绍滑轮组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动滑轮 当用力F 匀速提升重物时 力F为多少 以动滑轮与重物整体为研究对象 对其受力分析 向下受到重力 其大小等于滑轮的重力加物体的重力 也就是总重 向上受到两股绳子向上的拉力 同一根绳子上拉力相等 所以两股绳子上的拉力都是F 于是向上的合力为2F 由于物体匀速提升 所以合力为0 向上的力2F 就等于向下的力记走 完美 分析移动滑轮和重物整体为研究对象 根据受力分析来解题 这其实是所有滑轮组题解题的关键 来看如下的滑轮组 用力F 匀速提升重物 此时力F大小为多少 这是一定移动的简单滑轮组 还是移动滑轮与重物整体为研究对象 向下受到重力 依然为记走 此时还受到 一二两股绳子向上的拉力为2F 由于物体匀速提升 所以2F得于记走 完美 稍微改一下滑轮的绕线方式 此时用力F匀速提升重物 力F大小为多少 还是移动滑轮与重物整体为研究对象 向下依然是滑轮和物体的总重力 向上受到一二三 三股绳子向上的拉力 也就是3F 由于物体匀速被提升 所以3F得于记走 好了我们来观察总结一下 2F得于记走 3F得于记走 2F得于记走 这其中的232分别是什么 1212312 原来是动滑轮上承担物重绳子的段数 总结一下 对滑轮组的受力分析 需要将动滑轮与重物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正常的滑轮组都满足NF得于记走 其中N为动滑轮上承担物重的绳子的段数 你学会了吗 超级络子的换轮上承担心 公正猪组护轮上承担ique 中文字幕时代表 suppose喔